赞美主,我亲爱的兄妹们,大家早上好 愿上帝的爱喜乐与平安今天与你同在 今天是3月29日,星期二 让我们一起来读来自 科磊斯·欧亚科罗姆牧师的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主题是 这是为了你的缘故 首先,让我们翻开圣经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 他是教会这身体的头 他是开始 是从死里守生的 使他可以在万物中拘守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从死里守生的这个说法 并不是指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 在耶稣代替之时 以前 有一些人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接着圣灵所传达的 是不同的 当耶稣死的时候 他是在灵里死了 因此 他是第一个从属灵的死亡里出来的 属灵的死亡就是以神分离 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时 他承受这一天赋分离的痛苦 圣经说 他大声喊 这说 以罗以以罗以 南马撒巴各达尼 翻出来就是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 离弃我 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十四节 这是他为我们成为罪的结果 他以天父的分离是为了我们的缘故 圣经说 神使那不知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 耶稣下地狱 本是不合法的 因为他是无罪的 但是他代替了我们下地狱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五节 记录了他怎样以撒丹在地狱里 进行了骇人停温的战斗 他打败了沙丹和一切黑暗的同伙 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鲁来 公开显明给众人看 就接着他向他们夸胜 从来没有人能脱离属灵的死亡 也没有人能脱离沙丹的捆绑 但耶稣做到了 他为每个人的所有刑罚 付了代价 因此因为一个义人 已经为罪人死了 这样罪人被赋予他的义 就是成为了合法 也成为了可能 他取代了我们的罪 好叫我们得着他的义 现在我们就与耶稣一样义了 哈利路亚 他已经使你成为了他义的掌线 因为他为你经历了属灵的死 并且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你在他里面 如今 你与他在属天的领域 就是生命的领域中 一同做王 掌权 神是佩德称颂的 让我们一起宣告吧 佩德称颂的天父 我感谢你 感谢耶稣为我而牺牲 但我使我成为了义 我进入了你的公义 并展现你的公义 我以基督一同在属天的领域 作王 掌权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到以下参考经文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祂为我而死 神又使祂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祂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祂并祂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 我感谢你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与我们联系吧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